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原国务委员 国务院原副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古木同志的遗体 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古木同志因病于2009年11月6日 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6岁 16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 哀跃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古木同志 横幅下方是古木同志的遗像 古木同志的遗体 安握在鲜花脑袜穹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 上午九十许 胡锦涛 散认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泽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王刚 王兆国 王岐山 刘奇 刘延东 李元朝 张德江 郭伯雄 朱镕基 宋平 魏剑行 李兰青 曾庆红 罗干 何勇 令济化等 在哀乐声中 缓不来到古牧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古牧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古牧同志 并重器件和世事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同志 前往医院探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古牧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以及古牧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 也前往宋别 Habitat 贼